哈囉大家好,我是伴侖書 早上大家有沒有被地震搖醒 但是我拍片今天是 9月26號 早上6點多的地震把我搖醒了 如果你不知道我這個頻道的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是做積木的拆箱跟介紹 如果喜歡的話歡迎按讚訂閱 最好幫我們分享 我們今天來介紹什麼呢? 為什麼大叔今天起得這麼早 其實我還在省油 我精神狀態還沒完全回復 我們今天來介紹17011 各位一定會想為什麼我會介紹17011 17011是靜態的版本 是沒有動態的 大概剛剛稍微翻了一下說明 其實我的腳本我本來就預計跟大家說 如果按讚超過100的話 我要來把它改動態 但是 我剛才翻了說明書之後 各位 還是不要超過100個讚好了 因為你超過100個讚 我覺得這太燒腦了 這要到完全動作都可以 就是用遙控的話 這個 等於要整個 整個重新來過 就是整個重新 除了外殼不變以外 整個要重新設計過 所以我跟各位講 各位還是別按讚了 不然你超過100個讚 我真的是太累了 太燒腦了 好 來 這款17011 顆粒數是1250顆 好 它也是脫吊車 它跟那個 呃 另外一個紅色的小脫吊 我一下想不起它叫什麼名字 它好像叫 19001是吧 還是17001 對 紅色小脫吊是異曲同工 大小差不多 可是紅色小脫吊空間會比它大 是因為紅色小脫吊沒有車頭 它這一款呢 多了一個車頭 但是它是屬於靜態的 那紅色的小脫吊是動態的 那因為多了車頭 相對的去壓縮到後面的空間 然後再加上底盤的位置 跟空間好像不是那麼大 所以 不太確定有沒有地方可以擺放 但是我大家稍微翻了一下 我覺得 這如果真要認真來改成動態的話 難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給各位建議 各位就別 按讚就不要超過100了 好不好 喜歡就好了 不然我要改動態 對 心疼我一下嗎 哈哈 那 這一款呢 我這一款 1250顆 當然我還是會邊組裝 邊想辦法讓它變成是動態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會先組成靜態的一個版本 如果 真的很不幸 這個按讚數超過100了 對到時候我再來出一個 動態的版本 大叔一樣 出動態的版本 到時候我會一樣 再拍成一個影片 然後 嗯 一樣到時候會免費提供 免費提供圖紙給各位 各位可以去考慮改或不改 好 那 今天 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始 這1200顆可能會搞的時間會比 3000多顆的時間還久 因為 要改動態其實 是要一直反覆不斷的 就是 練習 反覆不斷的拆裝練習 然後才有可能讓它達到這種程度 好 好啦 那我就吃完早餐開始了 好 啊 好 我 有 我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一款17011 已经组装完成了 不过在编组装的时候 因为我有说过这款我会组的比较慢 是有原因的 是因为我要去思考一些 它可以做的跟可以用的范围 为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静态 大叔开场的时候有说 这支影片按赞超过100个赞 那大叔就会来出这一款 从静态把它改成动态 其实它的动态 目前我在脑子里面想象 动态其实不难 那空间也是有的 可是我会舍去几个关键 第一,气缸的部分我会拿掉 我会把它改成一个四伏 四伏马达直接在下方做驱动 直接给转向 因为它现在的转向是在这边 转向是在上头 那我会舍去掉这个 十字轴这个部分 我会整个把它拿掉 然后放一颗四伏马达 固定在前面这个位置 然后线直接往里面走 再来就是后面的 掉逼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部分可能会 会没办法 就是这个下摆这个部分 拖车的螃蟹前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可能还是会 一样就是手动了 就是不会做 就是要做到可以用遥控的话 接点马达上的 那个电池上的接点可能会不够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是它可能没办法做 要用齿轮的话 变成要腾位置出来 给它放那一个马达 要不然就是更直接的方式 就是改气动 可是这个关节 我暂时可能 如果我出的改装方案 我会把这个保留成用手 再来 掉臂的延伸 掉臂的延伸 在这边 这地方呢 这个我就会 让它变成是用 可以用马达做驱动 就是用直接马达 然后驱动 然后让它可以直接上升 这个部分 我会 这个部分 其实不难 因为下方的空间有保留住 然后还有这个 掉臂的延伸 这个部分呢 我就会让它用成是 可以用 那个 齿轮 用齿轮做驱动 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到时候拭目以待 看我怎么是 我用什么方式的齿轮去驱动它 当然先决条件 这支影片一定要按赞超过100 那我到时候来出一套改装方案 好 收线的部分呢 我会保留 目前 目前 其实我有点 犹豫的地方 就是在哪里 如果收线这个部分 我一样要去用到 电动的话 我可能就会 要加一个 拨杆 变挡的一个机构 去给它 可是我现在有点犹豫的状态 另外就是 因为 转向要一颗接点 动力要一颗接点 揚杆 揚起的这根杆子要一个接点 然后 船动要一个接点 那这样子就变成绳子 会没有 收线的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 没有办法保留 对 除非说我们上到六节点的马达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 直接用马达去驱动它 不要用太多 复杂的结构去驱动 各位 有些人可能会讲 大叔你是不是因为你改不出来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在拨来拨去的这个过程当中 常常会造成有一些齿轮 摇合不好 或滑齿 或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我更导向于就是 直接一颗马达 直接就是给一个动作在用 当然你如果要改一个变速箱 就是拨杆 然后一个拨杆是去驱动绳子 一个拨杆是去驱动牙条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其实 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双向的一个机构 再去做一个简单的转向 这个难度其实不高 但是我会想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要改变的动作 改变的积木结构幅度会变更大 因为我的用意是在用 最好是不要增加任何 或者是说在增加的范围 也是在最小范围里面去改它 然后让它变成会动 那目前其实我还在犹豫 这个状态到底想要做到什么程度 不过我还是想看大家给我的反馈 如果大家很希望大叔去改这一款小拖车的话 想要大叔去改这一台小拖车的话 那一样这一支影片记得帮我按赞 好 好 这一款其实 嗯 在没有动态之前 没有太多的复杂的结构 跟太多可以说明的 但是如果把它改成动态之后呢 它其实就有蛮多地方是 可以让我们去解说的 那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等这支影片按赞超过100 那我们就来左手去改装它 再来在大叔的频道有一个 老朋友都知道福利 只要有一支影片按赞超过100 我一定会开放前面就是 改动态之后 我会开放一些名额 给大家免费取得这些图子 当然如果先决条件还是一样 就是一定要破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出去 然后邀请更多人进来看我们 就是加入我们这个积木的行列 尤其喜欢手作的朋友 那也可以增加一些亲子上的互动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一台17011公路拖车 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频道的 记得按赞订阅 那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帮我分享一下 那喜欢这支影片的 想要期待要看到这支 这个公路拖车改成动态版的 记得一定要点赞喔 大叔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 拜拜了 拜拜 我们下周见 昨天 我也不周问 是啊 头发